所以那麼不紅 我在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對 有一個相當棒的這個演奏家 他在值班的時候 就是晚上要站衛兵的時候 人家跟他講說 這個禮堂好像有什麼東西 你要小心一點 一般這個年輕人 為了排除自己的恐懼 他會亂講話說 如果碰到女鬼的話 我就把他抓下來怎麼樣… 開玩笑 真正在晚上的時候 在那個禮堂在看 在對面辦樓梯上面 有一個人看著他 那個看著他的頭在這裡 上面沒有頭 好可怕喔 他自己拿著 因為他可能放在這裡放淚了 對… 而且還跟他揮手 好可怕喔 對 結果他看到那一幕 大概一個月 生病一個月 我拍的第一部這個MTV MTV 在那個環境 在那個舞台上 然後最主要我那個舞者 是畫一張鬼臉 然後呢 對 然後後面 據我所知 那個地方是刑場 所以這個 唱片不能怪我 不是 是這樣子嗎 人總是這樣 都總是會找一些解釋 對…要讓自己好嚇人 解釋等於演釋 可是他搬了好幾家耶 人家說你在拍攝或配唱的時候 遇見這種事情 對 就會大賣 對 會大賣 而且MV有出現鬼都會大賣 對 你看掌心 有沒有 還有那個蔡依林 滴答滴也有 滴答滴也有 還有你會發現我躲在角落 蔡依林的 KTV的那個傳說 那個是不是這樣夜晚 你才會想想 就是畫中仙 唱著唱著 結果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畫中仙就出來 以前拍這種一定是一個堂里 放乾冰嘛 對 然後哪個女生坐在那裡 站起來 對 就這樣 下面是被推那個滑板 類似滑板 滑鬼…推出來 因為那個歌不只歌名唱 副歌也特別唱 真的 推… 沒有 推出鏡了 掉出去了 鐵鬼也就這四節 那個射住 你削飛車了等一下 斷鬼… 你那個畫面看到女鬼是 摔出去 還慢動作 拍戲整個人飛出去 當場有撞斷臉科門牙 好 預備 這麼漂亮的門牙怎麼辦 我現在這兩顆牙齒是假的 就是因為拍戲 天啊 看不出來耶 我也車那兩顆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妳有發歷史是不是 不然太過分 怎麼了 我那時候就拍戲 因為拍六七零年代的戲 所以他們那時候 所有的道具都是那種很古老的 所以劇組那時候去借了那種 以前那種當公車那種 腳踏車 就是整個斷掉 就是那種腳踏車 可是他們借了好幾台來 我跟你講那個煞車超恐怖 因為劇組借來之後 就想說一開始拍 我們都是牽著這樣走而已 就沒有要我們騎 對 就想說OK啊 都沒問題 是可以動的嘛 結果後來有一場戲是 我要騎著那個腳踏車 騎很快之後到一個路口 有人這樣走出來 我要緊急煞車的那一種 然後導演就說 宜佩 你真的要認真騎喔 要騎很快你那個煞車 不然會很假嘛 然後我就說好 就毛起全盡 就開始騎 然後騎超快 然後出來 一煞車完了之後 後來的事我都不記得 我只記得我飛到空中 好像不知道轉了幾圈 然後落地的時候 然後突… 下一秒鐘突然覺得超痛 然後我就看到整個劇組的人 然後導演就開始罵髒話 就從遠遠的地方 全部都衝過來說你還好吧 然後我那時候還很逞強 想要站起來說還好 就像頭一抬起來之後 然後我的牙齒就這樣 啪啦叮 傻爆也 而且重點是隔天還要拍 因為那場戲還沒拍完 隔天還要拍 導演就問我說那你釀OK嗎 就到了當地嘉義的那個 一個緊急的牙醫 他們用那個黏膠先 樹脂的那一種 對 先幫我黏上去 但是問題是還是有漏風 因為黏不好 已經有一些碎片掉了 隔天導演說 那你講講看台詞 我就說 他講話漏風 然後就一直漏風 然後導演說 我跟你說你這場戲就改成 笑而不答 不要講話了 笑而不答 變成很多表情 你要改講法文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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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超級可怕的 我知道那腳踏車真的沒有煞車 因為我有一次拍戲也是 而且我那場戲還是要從斜坡 上面下去 然後那場戲就是因為就是 未婚懷孕 然後我想要就是 就是想要 留下來 對 然後就是 而且那是60年代的戲 所以那個腳踏車是真的很古老 就是後面可以載那種以前 對… 以前那個 真正的鐵馬 對… 鐵馬之後後面有貨架 對… 然後那一場戲要從山上這樣滑下來 然後最後跌到草叢 然後我在試的時候 那個腳踏車已經沒有什麼煞車了 我那時候拍這場戲的時候 我腦子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他沒有煞車 就騎到隔壁村去 等到他自己停 好聰明的 但是斜坡妳怎麼辦 就從斜坡下來妳就不要踩啊 然後一路不要停 妳當年 我講真心話 妳當年景雯的身價 什麼意思 很過正耶 比不上嗎 我就腳踏車咧 所以啊 我就是要保持住自己 就會越來越好 太可惜了 我還以為妳可惜 太可惜了 不是… 不是 應該撞掉牙的是妳 因為我當時爆牙 因為她當時爆牙爆得厲害 對… 好 來… 來… 西餐廳駐唱 歌曲量準備不足 兩個小時成功唱一樣的 這太沒水準了吧 那時候我剛第一次在第一天 在民歌餐廳唱歌的時候 講實在本來是只會唱四首歌 自然自唱 老闆跟我講說 彌德妳下個月到我們那邊 去唱歌好不好 我說OK啊 我可以嗎 他說可以啦 總共練了十四首 OK 十四首大概一個小時唱 不拉咧 差不多啦 GO… 十四首 我一個鐘頭都唱三到四首 因為你都在講笑話 拉… 拉賽 後來 後來 唱完了我的歌非常緊張 唱完了 唱完之後我就等 因為我後面是李立芬 然後那個老闆跑上來了 他說明德 你能不能再上去唱一下 唱一個小時 我說不是李立芬嗎 他說他今天請假他不來了 老闆 我才準備十四首歌 我等一下要唱一模一樣的 而且客人都沒有走 都還沒換過 客人都沒有走 唱了之後客人看我 又是你 這個 因為他們剛才根本 客人以為是重播 沒有 怎麼又重來 四盆相似的感覺 一樣 剛才沒有人在看的 奇怪 好像有唱過之後 沒一個人都看我 但沒錯 我給大家複習一下 真的就這樣十四首歌 連唱兩個小時 太可怕了 義工隊表演聽錯拍子 只有我一個人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 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言論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有多一份力量